你见过两秒之内就能送货上门的外卖吗 只需轻轻一点 两秒过后 就有一位着装清凉的小姐姐把外卖送到你的手中 虽然配送费稍贵 但看到刚刚还在为自己没有点外卖而生气的老婆喜笑颜开 想想也值了 小帅赶紧把自己刚发现的宝藏软件分享给老婆 看小美不信 小帅现场实验 你的乳液不是用完了吗 我现在就给你买 搜索 支付 下单 紧接着 门铃响起 小帅得意的说 没骗你吧 刚刚也是这个妹子 两秒就到了 之后 两人又试了好几次 每次都是同一个妹子 两秒后准时送货上门 不仅是日用品 连大洋底岸刚出炉的食物也能瞬间送到 就这样过了一周 两人突然想起来 走廊的灯是亮着的 而快递妹子每次来的时候 背后是暗的 就好像配送的时候连接到了一世界 虽然想不明白 但用起来确实很香啊 不如就当做上天的馈赠吧 两人决定搞清楚还有哪些东西可以配送 比如现金一百万 试试吧 可送一百万现金需要一百万零八百 显然不能靠这个发家制服 试一试成堆的宝藏 系统提示错误 需要输入具体的内容 试一试我们丢失的婚戒 竟然能送 而且只需要配送费就可以了 天啊 我们的婚戒好几十万了 为什么只收配送费 管它呢 下单 真的是我们的婚戒 我知道免费的理由了 因为这戒指本来就是我们的 配送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免费 合情合理 接着 小美尝试找回自己曾经走丢的小妙 可送来的却只是骨灰 酷 我要的是十五年前的那只 居然还能送生物 还能从过去下单 这天 身为护士的小美遇到了一位丢失了手表的病人 那是她妻子唯一的遗物 为了不时眼前的这位老人伤心 小美帮老人完成了心愿 回头一想 自己的母亲也离开自己好久了 她想用快递找回五年前健康的母亲 小帅瞬间意识到了危险 连忙让小美停下 可沉浸在悲痛中的小美却直意下单 这时两人才发现 送回小美的母亲需要一六千万 那是小美母亲一辈子的总收入 这是我们出不起的金额 小帅失落地说道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 这天 女友因为加班而错过了两人的约会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小帅输入了小美的名字 点击后惊喜地发现 把小美配送过来 竟然只需要配送费即可 小帅轻点手指 一脸懵圈的小美就被送过来了 回去的路上 小美一脸生气 小帅解释说 我是不得已才把你送来的 可小美生气的点根本不在这里 为什么只要八百日元 我这不等于白送吗 估计是因为我们是夫妻吧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只收个配送费就可以了 合情合理 小美醍醐灌顶 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再也不用几天车了 下班就可以瞬间到家 在外面碰头的时候 小美也能瞬间召唤小帅 就连出国旅游 只要一个人先到 另一个人的交通费 也只需要配送费就可以了 就这样 两人保守着这个秘密幸福的生活着 转眼就到了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小帅做好饭菜 准备召唤小美回家 另一边小美也在外面 订下豪华大餐 也准备给小帅一个惊喜 两人都想要运送对方过来 同时按下了配送按钮 转眼间 小黑被传送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紧接着 小美也被配送了过来 两人还没明白过来 面对此情此景 长期居家办公的程序员小帅猜到了答案 我们一定是同时下单运送对方 卡到bug了 小美尝试离开这里 但每一扇门都被牢牢锁死 还好 小帅发现手机还有信号 他当即拨通好友的电话 让好友下载自己发送的APP 输入自己的名字然后下单 好友一搜 好家伙 费用两亿 你这是新型诈骗吗 小帅这才想到 配送大活人需要花上终身收入 小美灵光一现 让系统把写有出去方法的纸送进来可以吗 小帅一想对啊 可系统提示请输入具体内容 两人彻底被困在这里了 眼下只能寄来之则安之 三个月过去了 两人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配送了过来 虽然出不去 但小帅依然可以献上办公 维持着基本的收入 而小美却被医院解雇 终日浑浑噩噩 每天来送餐的外卖小妹是他们唯一能见到的外人了 一年后 小美把自己关了起来 对这个世界已不抱任何希望 这时 小帅终于想到了一个离开这里的绝妙方法 他连忙叫醒小美 递上了离婚协议书 既然夫妻之间可以只收个配送费 那么我们可以先离婚 只要让其他女人给我递交结婚申请 她就能免费拉我出去 我出去后再给你复婚 这样就能免费把你拉出去 女友却伤心了起来 别撒那么明显的谎 小美说道 你是想抛下我再也不回来的事吗 小美再三思索 还是选择了相信小帅 可小帅的网链能力十分拉胯 连着联系了好几个网友 却都惨遭拒绝 她缓缓起身 问小美想点些什么吃的 可小美却不见了踪影 她连忙拨通了小美的电话 小美冷冷地说道 是这样啊 那你快搭我出去啊 嫌よ やっぱり結婚相手 は経済力で選ぶべきだった 私は塚本さんと結婚する 誰にも邪魔をさせな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お前 何言ってんだ おい さよなら 此刻的小美 已准备好离婚协议书 正朝着登记室走去 小帅颤抖着拿起手机 输入下小美的名字 此刻的报价仍然只有配送费 然而就当小帅犹豫的这一刻 数字变了 2亿元 小帅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又一年过去 小帅依然被困在这里 依然点着外卖度日 外卖小妹依然阳光热情 她再也忍不住 哀求小妹告诉自己出去的办法 并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可小妹却告诉她 小帅终于可以走出这扇门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从此之后 她将面对的是新的人生 小帅依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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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之后 下席在剧场 honestly 她将太阜神在寤 老头 越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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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莫